你怎麼看袁仲廷的裁決 就人大委員長就說要就104月釋法 會不會完全很尊重法庭 我想是人大常委要急於釋法 是有技術上的理由的 因為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 就是釋法之前法庭受到裁決是不受影響 如果是法庭裁決比人大常委 變成那些港獨議員 就可能可以繼續做議員 所以我想人大常委覺得有必要 是在香港的法庭裁決 無論是袁仲廷或者中審庭裁決之前 是盡量令有關的法律是這麼清晰的 那是否明知可能會輸入公司 這些搶職任務 遇到一個立場 我們要明白一點就是 在回歸之後第一次釋法 19992釋法的時候 在這個劉港庸案 終審庭當時李國南大法官 都已經講到明了 是接受了人大常委的釋法權 是in general and unqualified terms and binding on the courts of Hong Kong 即是說人大常委的釋法權 是廣泛和不受約束 並且對特區的法院有約束力 而且最理想當然是 我們特區自行解決 而其實政府的律師都是有信心可以贏的 但是沒有人可以保證自己要官司一定贏的 還有就算是歐法官盡快裁決 都會有訴訟一段時期的 香港可以上訴到精審期 可能最快都一年半載 在這段時期香港的法律是 怎樣的宣誓才有效 怎樣才是符合基本法第一條104條 或者其他條款的要求可以做特區的議員 這方面的法律就很不清晰 所以人大常委在法律上 早日是將有關的法律原意澄清是有幫助 當然也有很大的政治理由 因為有關的議員 投任議員 他們宣誓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政治動作 有關的候任議員在宣誓的時候 是侮辱國家 是傷害民族的感情 是等同是不接受國家的主權 我相信中央政府和很多的同胞都非常憤慨 所以一定要在政治上講清楚 這樣的人是不可以做立法會議員 政府的立場也都說 在本地的司法制度去處理 都說沒有提醒吃飯 而中央這次這樣做 會變成打擊了政府的威信 影響會很大 我感覺特區政府是有點失望的 我相信特區政府原意 都是透過行政長官去申請司法覆行 請了兩位資深的大律師 是希望透過本地的法律制度可以解決 但是本地的法律制度 那個訴訟當然是有一個過程 可能要最快都是一年半載才到終審 在這段時間 看到這些人士 可不可以做議員 可不可以再宣誓 就會很不清晰 你見到我們今年立法會開三次會 都是混亂收場的 最近週三那次 還史無前例的議會暴力 再這樣拖下去 都是傷害香港的整體利益 我想有見於此 人大常委是決定及早釋敗的 representations 所以我現在也去講 連議會暴力的主要處理 因為張大明有了講法 如果敢議有法援 任何也不用判 那直接可以人大釋法 就是不需要尊重 因為我覺得講法發張了一些 因為其實人大上委 也不是隨便去釋法 即是回歸後是釋法過四次 連回歸前是有五次 其實有幾次都是人大上主動釋法 牽涉訴訟的 牽涉訴訟就是99年的吳嘉麗案都有權 還有今次而已 牽涉訴訟只是兩個案子 其他的情況 人大的釋法 香港的社會都是接受 其實剛才你也提到疆法案58條 它裡面應該有明顯講到 應該是由中首法院去強制人大釋法 主動釋法其實是否就是 為何來了原本基本法寫的過程 根據基本法158條釋法有幾個途徑 第158條第一款就是賦予人大常委 不受廣泛和不受約束的釋法權利 它隨時都可以釋法 過往96年已經就國籍問題 人大常委主動作為解釋 另外一個渠道就是 香港的法院自動去尋求釋法 如果牽涉中央管理的事務 或者中央與特區的關係 香港的法庭可以主動去尋求釋法 這個光果金的後面就是金正法 現在可以特區政府提早釋法 所以幾個途徑都很好 你自己覺得這個時候釋法 會不會其實是不適合 會不會即擴壞了法治 因為它其實連續提供沒有裁權的問題 我想法治方面就是我們的終審庭 李國倫大法官 九九年和二零零一年 九九年的劉廣庸案和二零零一年的莊豐沛案都綁明 是接受了人大常委釋法的權力 是我們法治的一部分 因為香港是根據《基本法》去管轄的 《基本法》一百二十八條已經有這個權力了 不是一個新的事物 我們的終審庭接受了 不可以說破壞我們的法治 當然我明白 每一次釋法特別是牽涉訴訟進行的時候 或者訴訟結束的時候 釋法呢 香港的法律界是不開心的 我們的律師都希望自行解決 他們都有信心可以贏的 但是因為這次牽涉的問題太大了 第一就是牽涉是無視國家的主權 傷害國人感情和踐踏國家專門 這些這麼大的問題 也都是嚴重影響立法會的運作 我相信中央政府都是考慮各種的因素 是逼不得以作出這個主動釋法的決定 你認為北京的政策法也有一個純粹的政策 你認為它會破壞到政府和法律的政策 我認為有四個政策和法律的理論 為進行判斷進行判斷 在法律158 因為在法律158 法律3 批判斷進行判斷 會不會影響判斷 已經被判斷進行判斷 所以如果法律判斷進行判斷 進行判斷進行判斷 由亦和賀倫 究竟歷史 symptom 科码成立法官員 face to the Sectionly Codebена konflict 從內容中 SWF 制服我的主動力 來 соответств circles的界限 因何香港運回到中國 和正方法�eng擬 ри於特別要求的是我們兒阮維 ens个法官樓來 centralizes Π法提供 同樣地規則因此制度地權 者 和法律的法律 害我們公開 法律的法律 當然我明白我們的法律 法律 法律和法律 本來最愛對法律關於香港法律的法律 會不會寫得很華麗 例如嚴禁港獨的人士去做任何謀言 你覺得他會有這麼仔細 那我不知了 目前不知道了 完全不知道了 你所知 梁振英有否盡力避免釋法進行 你覺得中央今次的舉動會不會反而對他做法 覺得他有些不俗還是失望 特區政府採取什麼行動呢 我想你要問特區政府官員 我也不想評論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的看法 不過無論如何都看到中央政府 是非常之 對於有議員去侮辱國家 是非常之憤慨 覺得政治上一直要採取行動 以及也相信是要押止這種港獨的思維 我再想問一下 如果剛才你引上李國雄大法官之前的說法的話 是不是在何時何地 任何情況之下釋法 都不會對香港的法治帶來過 因為他本身就是法治的一部份 我只是你看回他的判詞 你知道人大常委都不是隨便釋法的 過往連1996年釋法了五次 很多次都是主動釋法 沒有引起紛爭的 只是1999年居留權那次是香港訴訟完畢之後釋法 今次就正在訴訟釋法的 我相信人大常委 如果不是有很強烈的理由 都不會說隨便提出 但你剛才也提出這個 其實應該是一個政治上需要做的動作 因為認為他傷害了民族感情 或者是國家領導主權 那是不是就是 嚴派了政治領駕了法庭的錯誤 我提出兩個理由 一個就是法文上 技術上的理由 因為釋法是不可以推翻自己的裁決的 本地法官的裁決 所以他要做得快 第二當然是牽涉民族大義 我想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政府都有權 就他認為最重要的民族大義是作出的 習近平沒有收到 立碑那些會約件來的 我未收到 我未收到 現在最後新聞問題 就是今天有哪個原則 港版特色犯問題 你暫時在幾個個特選人之中的罪名 你怎樣看這個結果 會否定這個結果 決定你自己會不參選 這些民調都有參考價值 但都是言之過早 因為那些名字只有一個是宣布參選 沒有人提出政綱 所以這幾個行為太早 亦都不會影響我的心理質素 多謝各位 謝謝